小王 我真的特别替你着急坐在这 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夫人在怀孕期间 你一走就是好几天 是她做了什么 让你不能容忍的事情吗 不是 是因为当时没上班 然后她就看不惯 就说我这样 说我那样 然后我就是 但是你夜不归宿 她知道我在哪里 她知道哪里 她怀孕了 她需要人照顾 她是人生当中非常脆弱的时刻 你可以不工作 可以拿不回家钱 这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时间段 一个节点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不能理解 她在怀孕的时候你不在身边 第二个问题 你冲着你们家几个月的孩子吼 她听得懂吗 你只能把她吓得更哭 她不理解爸爸为什么称我好 这样一个人 我平时见的也比较少 看到以后就开始喊 对孩子是有刺激和伤害的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 自己没有办法消化 只去逃避 只去发泄 那你老婆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当中 我看到这位女士 她就一直是挪着往上拔 坐月子的时候给孩子洗澡 你躺到玩手机打电话 玩游戏 为什么 因为你不爱她 也不爱你们的孩子 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爱你的面子 你的礼子 你的工作 你的尊严 但是我们为人父母 首先要照顾的是家庭 是子女 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 说我上班干嘛 我赚奶粉钱 真的就是在赚奶粉钱 而这个奶粉钱 现在是谁出的 是你太太出的 是父母出的 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人 如果你没有能力 我今天也不说什么了 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男人对于女人的伤害 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爱上了别的女人 更多的时候 是在女人希望的时候 让她失望 在女人脆弱的时候 不给予她安慰 而她的三部曲 希望 失望 濒临绝望 怎么唱很简单 未来的旋律 由你起调 你是有机会起这个调的 希望你能够把它唱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个事实吧 你都不敢想 会更好 你像一道阴影一样 让这个家庭的环境 都是阴霾 因为你明明是 我觉得还算身强体壮吧 也是延富力强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能为这个家做点贡献 暂时找不到工作没关系 你至少多回家 多陪伴 多爱孩子和老婆 这能做到吗 做不到 你能吗 你回来是什么 你在家里给孩子带来了吼叫 给妻子不闻不问 你现在找不到工作 不要紧 但你得是在找 你不能是在逃避 你在外的要面子是吧 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的面子 不是别人给的 是你挣回的 而真正给你面子的 让人看起的 最应该的是什么呀 是你最亲的人 如果最亲的人 对你失去了希望 你在他们的眼里 已经没有面子了 你这个人就太可悲了 明白吗 能不能把家里这点事 先搞定了 暂时如果你找不到工作 能不能为家多出一些利己 做做家务 照顾孩子 你主内 老婆主外 这也是一种希望 明白吗 如果你不想走到 离婚那一步的话 麻烦你脚踏实地 找一份力所能及的事来做 什么工作遍地都有 就看你 愿意不愿意 低下身去做 你是人家的父亲 你是人家的老公 明白吗 做好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吧 好吗 就这样 确实我也挺像 嗯 啊 好 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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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